多久? 他和神同行多久呢? 哈? 三百年 三百年 什么叫做与神同行? 什么叫与神同行呢? 昨天去出海 昨天牧师出海 我们有个董事 她太太七十岁生日就叫我们上船 有个太太七十岁生日叫她上船 七十岁你说老不老? 七十岁老不老? 现在七十岁还不算老 现在是几岁才算老? 几岁才算老? 多少? 90? 99? 我快登录了 但我觉得字好像三十岁 你快什么? 登录 快六十岁 登录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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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牧师快登录六十岁 但我觉得字还是三十岁 他还可以觉得自己三十岁 所以几岁是有时候心里面定 OK? 有时候几岁是你的心里面定 当然身体会随着会影响 身体也会有影响 所以他们觉得四十岁还是很年轻 他们觉得七十岁还是很年轻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经文里面所说的 这些人有几岁? 我们在经文里面看人们多少岁? 为什么有那么多年能活? 为什么以来可以活那么多年? 如果给你 你要不要活那么多年? 给你 你是不是要活那么多年? 啊? 健康就要 健康就可以 三百年 我们总会有一个老人家 睡在床上不能起来 后来 最近去年离开了 被主接去了 你知道他躺在床上躺了多久? 总会有一个老人家躺在床上躺了很多年 一直起不了身 现在去年刚刚接去了 超过十年 他躺在床上躺了起码十年 不能动 他的女儿是 在唐安街 其中一个专门批 你们申请什么政治庇护的一个法官 他的女儿是一个批申请政治庇护的法官 他常常天天回去照顾女儿 就没有家人 日日回去照顾老人家 没有结婚 就年纪蛮大了 现在年纪都很大了 所以他告诉我 你们申请的时候 你用什么方法 他们在法官来说 他说根本都不相信 他是一个法官 所以他根本都不相信 那些人可以透过什么申请 不过随便你拿了他 他就稍微看一看而已 他就按自己有些里面的去批而不批 那些人是靠自己里面的 喜欢怎么批就怎么批 所以健康长寿很重要 健康长寿很重要 这里长寿到长寿到一个地步 有点恐怕恐惧 九百多岁 这里讲健康到九百多岁 这个是最老了 谁最老 最老 马土沙拉 几岁 马土沙拉是最老的 几岁 几岁 969 969 哇这个 这个 跟我们现在几十岁差太远了 跟我们现在几十岁差太远了 是什么原因 是什么原因 是不是真的那么多年 是不是真的那么多年 当然我以前有说过有两个可能性 以前我有说过有两个可能性 因为从罗亚离开方舟以后 在罗亚离开方舟之后 庄稼寒暑 周而扶持 请讲讲东话 庄稼寒暑 周而扶持 多谢 这是圣经说的 不是我说的 这是圣经说的 春夏超东 周而扶持 这个时候神就说人的寿数大概是120年 那时候神说人的寿命大约120岁左右 一百一十几岁我们都有听到 一百十几岁都有听到 一百十几岁都有听到 所以大概不能超过一百二十岁 不可以超过一百二十岁 好像是方舟出来以后定的这个水准 好像是方舟出来之后定的这个水准 有很多人一年算多少 有多少天算是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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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少 三百六十天是一年 三百六十天是一年 我们现在呢 我们现在是 三百六十五 三百六十五又 四分之一才算是一年 所以一算起来又差了一段时间 一这样算的话又差了一点时间 但会不会在那个时候 一个月算是一年呢 那时候会不会一个月算是一年呢 不知道 有没有人知道 总而言之 这岁数差很远 总之岁数是差很远 好 我们来看看 这一次以乐与神同行 我们说什么叫做与神同行 今次我们说以乐与神同行 什么是同行呢 什么叫做与神同行 什么叫做与神同行 什么与神同行 我们广东话有一句话很好的 广东话有个东西很好的 如果你的孩子拍拖 如果你的孩子拍拖 拍拖的时候 我们广东话就说 行成什么 广东话就说你最近走得怎么样 行得怎么样 行得好不好 行得好不好 真的有影响的 真的有影响的 我想起我小的时候 第一次拍拖 不是我太太 不是我太太 牧师想起第一次拍拖 不是跟他太太的时候 我还记得我们去哪里 他还记得他们去哪里 拍拖当然要去地方 拍拖 我们就 约会 坦人爱 当然要去地方 对不对 美国一定要找地方去的 我还记得去哪里 牧师还记得去哪里 不是 没钱去看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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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巴士去尖沙咀 坐巴士去尖沙咀 那个叫同行 但是呢 行得不好 但是行得不好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为什么 我们那个时候很年轻 我觉得 那个女孩子 很多一点点红色 那些在那里 那个叫什么 青春斗 我一看有点不喜欢 ok next time 没有 没 不跟你行 那个女孩子 发现很多青春斗 所以牧师说 下次了 没有兴趣了 所以行得不好 所以行得不是很好 后来呢 又有一个女孩子跟我拍拖了 就会了 接着第二个 我们同行的时候 我那个时候呢 弹吉他弹得很疯狂 那时候牧师弹吉他弹得很疯狂 我讲吉他 他讲吉他 他就讲衣服 他就讲穿什么俩衣服 我叫广东话话不投机 话不投资 我讲东他讲西 一个广东一个广西 怎么行下去 那怎么再走下去呢 所以同行 要同行 要同行才行 同行的话 大家要同心 走起来 话都没有两句 大家走在一起都说不了 你讲东他讲西 怎么走在一起 一个广东一个广西 怎么走在一起 所以同生同气才能同行 同声同气才可以同行 特别我们已经结婚了 你跟你太太行的时候 是不是行在一起 现在你结婚的时候 他拖的时候就坐在旁边 结婚以后呢 太太就在后面 拖的时候大家在旁边一起走 结婚之后太太走后面 结婚越久 她就越远 结婚越久 太太走得越后面 为什么 为什么 有一次我太太也这样骂我 以前牧师的太太也是这样说她 为什么呢 为什么 我不敢走在一起 她不敢走在一起 我很怕她叫我 我的手袋 我的袋子帮我拿 我最怕帮我太太拿手袋 还好她不在 我最怕是这个 牧师很怕师母叫她帮我拿手袋 所以大家分开一下 为什么 因为现在这个时代 男的拿着一个女的皮包 很容易给人误会 你是女的 现在这些时代 男人拿着手袋 很容易被误会 我不是不想帮你拿 你觉得中我可以帮你拿 不过拿个胶带 弄了这个 我才帮你拿 不要给我背 你拿个胶袋 拿着手袋我就帮你拿 你没有意思吗 所以有的时候我不敢行 但是有些心态不一样 才会这样 大家的心态不一样 所以同行原来 同心很重要 同行一定要同心 才是很重要的 所以当 以乐怎么与神同行 需要经过一些磨合 需要一些和合 比如说我们 你有没有发觉 本来你的孩子 跟你没有什么冲突 本来小孩和你没有冲突 当他妈妈妈长大的时候 就常常跟父母有冲突 为什么大了之后会有冲突 为什么 因为他的想法 跟父母的想法 妈妈妈有点不一样了 因为想法他们自己 跟父母自己越来越不一样 小的时候 你知道我们中国人很喜欢 一直吃饭 一直就批评那些电视局 那些主角 那些电视局 我们就很容易批评他们 小时候我们吃饭最喜欢 一边看电视 一边批评那些主角 小的孩子不会出声 因为他们不晓得怎么批评 小孩子都不知道怎么出声 刚才妈妈妈长大的时候 他有一天你批评那个电视局的 那个女主角的时候 穿得不好 大了之后 当你批评那些女主角 穿衣不好的时候 哇 可能那个你的女儿 就突然就很大反应 就跟你对着 对抗 对抗 因为你的想法 跟他的想法不一样了 是啊 到时候女儿就会说 哇 为什么你要说这些东西 然后大家又对抗 你批评的她不同意 你批评的她不同意 你赞想的她不同意 你的心想 你赞想她认不认同 所以你没有发觉小孩子的时候 小的时候呢 就跟着你 跟得很紧的 要你拖着她 她越大越不跟你走 小的时候她一直跟着你 大的时候就不会跟着你了 对不对 有没有这个经历 是啊 这个就是同行的一种现象 这个就是同行的一种现象 小孩子觉得 我不要跟我妈妈同行 小孩子说我不要跟我爸爸同行 不要跟我爸爸同行 不要跟他们同行 因为心不一样 我喜欢的她不喜欢 我们喜欢的你不喜欢 怎么走在一起呢 怎么走在一起呢 所以有时候看你的孩子跟你有多亲 就知道你的心 跟他的心 是不是很近 所以这里呢 以乐与神同行 这个同行 你可以看到一定是他们 亦步亦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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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跟着你走 很相近的 所以走起路来呢 才会很同步的 走一路才会很同步的 所以有时候跟我太太不同步 原因是什么呢 她想快步 她要exercise 我说我很累 我想慢步 牧师和太太就是 一个想走很快 一个想慢慢走 她唯一的运动 就是去exercise 去走路 牧师没有唯一的运动 就是走路走很快 我连唯一的运动都没有 以前很喜欢去basement游泳 但是后来不去了 以前牧师都游泳 现在都没有去了 因为去洗身的时候 很多gay的 我很怕跟他们一起 所以以后连游泳都不游了 因为去 所以唯一的运动都没有 有些地方有时候有很多同性 所以她都不敢去了 因为满汤很多 现在越来越多 所以不能同步 所以不可以同步 她走得很快 我没有她走得那么快 牧师走得没那么快 所以走同行的意思是 有时候心要很洁净 所以一起同行 心一定要很接近 所以这个叫做与神同行 所以这个叫做与神同行 娱乐怎么会与神同行 娱乐怎么会与神同行 不是天生出来 娱乐就与神同行 不是一生出来就与神同行 圣经告诉我们 多少岁才与神同行 圣经说 以乐多少岁才与神同行 在什么情况之后才与神同行 什么情况之后才与神同行 生了孩子以后 生了个儿子之后 是几岁 多少岁 65 65岁 65岁 所以不是天生就与神同行 所以不是天生就与神同行 不是一生出来就与神同行 是65岁才生孩子 65岁才生个儿子 生了孩子之后才与神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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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生了孩子对不对 你们也生了孩子 生了孩子以后会跟我们说什么 生了孩子之后说什么 我没空去教会了 我生了孩子没空去 我三个小长没时间去教会了 我也明白 我也明白 我也有女儿 牧师也有女儿 在很小的时候 你带到教会是有危险吗 教会那么多人 孩子那么小 很容易infection 宝宝很小的时候带到教会 是有些危险 因为太多人怕有 但是这个是很容易有excuse 很容易有疾口 有什么事情以后 我们很难与神同行 有时候要找藉口 说很难与神同行 这一次以乐与神同行的时候 开始是在他这个孩子 生了这个孩子 以乐就是生了这个儿子之后 就与神同行 为什么生了这个儿子 反而是要跟随神 跟神同行 为什么生了这个儿子之后 才与神同行 然后我们就看 这个儿子叫什么名字 这个儿子叫什么名字 马土撒拉 马土撒拉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他死的时候灾难就来了 他死的时候灾难就来了 马土撒拉是这样的 他死的时候灾难就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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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不会帮你孩子 改一个这样的名字 你会不会帮你的儿子 改一个这样的名字 你死的时候灾难就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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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就多难听 是不是一个很难听的名字呢 当然说你长大的时候 都非王腾达 你长大的时候富贵荣华 什么都改这种名字 都改这种名字 不会改 你死的时候灾难就来了 不会 我希望改一些非王腾达的名字 不是灾难就来了 一定是有什么事情 让他帮孩子改一个这样的名字 一定是有什么意思 所以他才帮我儿子改这个名字 应该是神告诉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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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孩子死的时候 你的儿子死的时候 灾难就来了 灾难就来了 不要忘记 不要忘记 每次叫你孩子 马土撒拉 马土撒拉的时候 要记得 每次叫你儿子马土撒拉的时候 你要记得 有这件事 人不知道自己有多少年的命 人不知道自己有多长命 就放肆 当人知道 原来 原来 我还有那么一点点的寿命的时候 就把握时间了 当你知道你剩下很短寿命的时候 你就会把握时机 所以 我是不喜欢 常常在 讲道的时候 讲世界末了 所以牧师不想在整天讲道 很奇怪 教会人是反感的 有很多人会很反感 但是不讲又不行 但是不讲又不行 因为真的是有一个限制 真是一个限制 世界有一个尽头 世界是一个尽头 哪个时候 是什么时候 我们刚刚主教学才说 我们是越来越洁净这个世界末了的时候 我们越来越接近世界末日的时候了 怎么知道 我们怎么知道 看嘛 圣经预言 在末后 特别启示录的时候 手上 耳上 没有印记的 就不能做买卖 对不对 手上 手上 耳上 没有背后的 没有受的印记的 没有受过印记的 没有受的印记 受 也受过 受 就不能做买卖 就不能做买卖 就不可以做买卖 现在开始了吗 现在开始了吗 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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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瑞士就已经开始从400万人手上打了 瑞士已经在400万人手上打了 没有预备这个图片给你 有 这个视频都有 怎么打进去 一个一个 打进去的时候 就不需要用手机护款 手机 中国不是很流行用手机吗 中国很流行用手机付款 所以每一次回去都很想弄一个 弄一个户口 我这次都要弄一个户口 打车都不能打 因为我不能用手机付款 在大陆的士都要用手机付款 在街上 那些读寸鱼弹都不行 因为他都要用手机付款 在街上吃鱼弹都不行 都要用手机付款 我的手机 美国手机不能付款 美国手机不能付款 打车他就说 你没有手机 我不载你 连坐的士 你没有手机付款 他都不会再理 这是我经历的 这是我经历的 这是牧师经历的 但是手机会丢的 手机会不见的 打在身上 就不会丢了 打在身上 就不会不见了 所以为什么手上 扼上 刚才有研究 就是臆上 就是臆上 手和额头 这个double double security 手 用面园确认 有可能你别人砍了 手去付款 有些人把你斩了 你的手去付款 帮你 但如果臆上整个臆上 都认识的时候 就是double security 不会 如果你用面园去认证的话 就会有双重保障 我听到有道理 为什么手上跟扼上 所以现在知道 手上和额头上 越来越像了 所以现在瑞典 流通的钱币 只有1.7% 现在瑞典流通的货币 只有1.7% 他们都用这个 全部都是用 安全 安全 但是越来越扩大 越来越扩大 这是他们的理想 我们进入一个什么社会 圣经早就已经说了一个时代 圣经很早的时候 就已经说有这个年代 所以当你越来越知道的时候 你就越来越紧张 我怎么活 你越来越知道的时候 你越来越紧张 你怎么活下去 所以当他知道 时间不多 当以乐知道 时间不多的时候 他哪里知道 这孩子活到900多岁了 他怎么会知道 这个儿子活了多久 总而言之就是 就是他一死的时候 世界末了就来了 就是说 儿子死了世界末日就来了 我说过嘛 我送过一个孩子 是7个月大的 牧师送走过一个小孩 7个月大的 我的女儿是22岁 离开世界的 牧师的女儿是22岁 离开世界的 哪里会想到 他的孩子会969岁 怎么会想到 他的儿子是900多岁 总而言之看着他长大 天天提心吊胆 你不要死啊 你死了大家都死了 天天看着他 都好像提心吊胆那样长大 因为你死了就是世界末日 这就是面对 生命短暂的时候 他活得不一样 当你面对生命很短暂的时候 你就活得不一样 他抓紧机会 跟神同行 他捉紧机会与神同行 在你恋爱的时候 你记得吗 你记得你恋爱的时候 抓紧机会 我下班了 什么时候在哪里见面 我们拍拖一下 先回家 我会走一遍 放工的时候 抓紧机会 立即要见一见面 这就是与神同行的一个很特有的 当你知道时间不多 你就把握机会 把握机会与神同行 第二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 他越与神同行就越看到 越看到人的罪 他越与神同行的时候 越看到罪 人的罪越来越严重 人的罪越来越严重 他就越来越接近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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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跟神同行多久 他跟神同行多久 他跟神同行多少年 三百年 三百年 你有没有试过拍拖拍三百年 你都没有三百年的命 你有没有试过拍拖拍三百年那么长 因为你都没有那么长 总而言之就是 我们一听三百年就很长 一听三百年就很长 你猜想一下 跟 以乐跟神 觉得三百年长不长 你觉得以乐跟神 一齐三百年长不长 你回想一下你拍拖的时候 你想想你拍拖的时候 七点钟下班 就在尼敦岛、海旁 走来走去 做到十一点 再走呢 再走一趟 七点钟下班 走到十一点 你都觉得时间更早 是不是 我很喜欢跟我太太 那个时候拍拖 在尖沙咀海旁走 这个时候牧师最喜欢 在尖沙咀海旁拍拖 他经常都说 很晚 我说什么晚 暂晚 再晚点 牧师说再晚点也不够晚 对 这就是 同行的时候一种心态 你不觉得时间过得那么快 当你同行那种心态 你就不会觉得很久了 反而觉得很短 反而 他们同行的时候 喜欢看什么呢 就像你拍拖 你去哪里看 拍拖 你们看什么 现在的人不走 多数是在戏园 大家看大家的东西 在诗园里面看 对 现在的情侣拍拖都不行了 都坐在那边一天到晚坐 现在拍拖的人都不走 都是坐 一进了诗园里面 你有你看 我有我看 入到戏园 你有地看 现在的情侣是这样 现在的情侣都是这样 那神跟娱乐这样同行的时候 他们看什么 神跟娱乐一起走的时候 他们看什么 就好像 你们现在商量 我们明年或者我们之后 下一次去旅行去哪里 会讲一下 我们下年会去哪里旅行 去哪里 会不会 会不会 为什么旅行要商量 为什么旅行要商量 因为有时候我想去的 我太太不想去 或者大家意见不一样 我想去的 我太太不想去 有一个想去 有一个太太不想去 我想去印度看一看 牧师想去印度 我太太很大反应 牧师没有很大反应 女孩子不能去印度的 女人不可以去印度 是不是 因为印度危险 女性 因为印度危险 我想去南美洲 牧师想去南美洲 看古籍 她就说很辛苦 走路太多 牧师说很辛苦 一定要商量好 你要看什么同行 大家要看看去哪里 与神同行 还有我们看看 看的时候 有时候有些观点是一致的 有些观点是一样的 我很喜欢看一些新的文化 他们会喜欢看新的文化 好了 当以乐与神这样同行的时候 他们看到什么呢 以乐与神同行的时候 你们看到什么呢 他一定看到 世界的罪恶越来越严重 一定看到世界的罪恶越来越严重 所以他们的心才越来越近 所以他们的心才越来越近 所以他们的心越来越亲近 我们有没有跟神有这种 这种心越来越亲近 看到神所看到的 有些时候我们打开收音机 还听香港的新闻 那些radio 有时香港听到新闻 我们开始有点莫名其妙 为什么香港人一天到晚都说买楼 一天到晚都讲的新闻 讲的事情都是说买楼 一天到晚都讲这个 讲来讲的新闻都是说怎么买楼 我们想不通 想不通 这就是有一个距离 有距离 思维有距离 我们已经不是香港人了 思维已经不一样了 因为我们已经不是香港人了 但是我们跟神的思维是怎么样 我们跟神的思维要怎么样 他看的 他关心的 跟你看的 你关心的 是不是越来越接近 我们跟神所看的 所关心的 是不是越来越亲近 这就是同行 这个就是同行 第二 第二 不但三百年那么长 不止三百年那么长 是您说并且生儿养女 而且生儿养女 而且生儿养女 你叫生儿跟养女是不一样的 生儿和养女是不一样的 生儿跟养教养是不一样的 生儿和教养是不一样的 生儿和教养是不一样的 你说生孩子容易不容易 生儿孩子容易吗 啊 容易 容易吗 男的不敢点头啊 有女的点头 男人不敢点头 因为不是你生嘛 所以不敢说 不敢说 已经不容易 对不对 不容易的了 如果我说你教养儿女 容易吗 教养小孩子更容易 男的女都一定摇头 男女一定摇头 教养比生儿更难 教养比生儿更难 教养的时间比生儿的时间更长 教养的时间比生儿的时间更长 生的时候 一年都不到就生了 生的时候 一年都不到 一年都不到就生了 但你要教养他的时候 二十年都不够 你教养他二十年都不够 这就是很困难 是很困难的 圣经怎么说呢 圣经怎么说 他还继续生儿养女 他继续生儿养女 这是正常的生活还在 这么长的生活还在 正常的生活还在 生活还在 不过他还有时间跟神同行 他还有时间与神同行 所以有时候看着社会的罪恶 是最不敢生孩子 对不对 有时候看到罪恶 社会的罪恶更加不敢生儿养女 喂 带一个小孩子来到这个充满罪恶的社会 我才不带 如果带小孩子来一个充满罪恶的世界 我都不想带 有没有这个想法 有时候会 有时候会 有时候会有什么想法 但是他看着社会的罪恶 有时候看到社会的罪恶 他还继续生儿养女 他继续生儿养女 第三 第三点 那以乐与神同行的 这三百年之后的结果是怎样呢 与神同行三百年之后的结果是怎样呢 神告诉我们 他说 他怎样 圣经怎么说 被神接去 被神接去 有另外一些翻译都说 他们那次出去以后就不回来了 有翻译说 他们出去就不回来了 哇 这个是神击达他 继续绑架 绑架 是啊 是他们走走走走 哎 算了不要回去了 这个地上太不堪了 所以就算了 神就带他走 一直走到 就觉得这个世界太不堪了 所以就不回来了 走到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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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经没有说 圣经有没有说 神经有没有说 没有说 神就带他走了 神就带他走 去到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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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科学有说 有可能人类死了以后 进到一个空间 叫十一空间 因为现在人类 大概只有四个空间 五个空间 我们知道的 人类大约有四个空间 大约应该死了之后 去其中一个空间 他说现在科学说 应该就是在那个十一空间 中间领域里面 他们想探索 人类死了以后的灵魂在那边 我们可不可以去那边 一个叫十一空间的地方 看看科学说 会不会人类死了之后 会去到那里 灵魂去到那个空间 因为灵魂不灭的 现在很多科学家都知道 有很多科学家说 灵魂是不灭的 他们去哪里 他们去了哪里 他们都想去 都想去 所以我们都不知道在哪里 不过我们统称 就是神的地方 我们就统称是神的地方 带他去 那就去了 但是犹大叔告诉我们 他说 他还是会回来 犹大叔说 他怎么会回来 成语言这些人会带着千万的圣者回来 你说大约千万的圣者会回来 因为从真理里面是不合理的 就是人人都有一死 为什么他不死 人人都有一死 为什么他不死 还有一个没有死 谁 还有谁没有死 以利亚 以利亚 神透过火车火马带他走 不禁死亡 神透过火车 摩西都死 不过神撞他而已 摩西都有死 摩西都有死 摩西都死了 神撞安撞他而已 神安撞了他 只有这两个人没有死 只有这两个人没有死 所以有可能有说 有一些神学差就说 将来有两个侍者 从天来 还要死一次 就是那两个人 有神教教说将来有侍者要回来 他们可能再死一次 但我要说的是 神跟他亲密到一个地步 我舍不得他回去了 跟我一通走了 神跟他亲密到一个地步 他不舍得他回去 最恶的世界 和我一起 我需要提的是 我们怎么可以好像 以乐与神 亲密到一个这样的地步 我现在就在说 我们可以怎么跟神 学以乐的 跟神一样 有这么亲近的地步 它发生过事情 发生过一些事情 一件很严重的事情 一件很严重的事情 就是生孩子很严重 这个事情 很严重的 这个小孩 这个事 生孩子是我们家庭里面 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生孩子是一个家庭里面 最重要的事情 因为女性生孩子 是差不多经过死亡的一个过程 女性生孩子 好像经过一个死亡的过程 你不要以为男性没有关系 男性的depress 跟女性差不多 男人的优越 跟女性差不多 产前的优越 跟产后的优越 不比女性低的 男性的产前 和产后的优越 不比女性低 所以现在在西方 欧洲 特别欧洲有 生产价不单是女性 男的也有 这都是很严重的事情 这是很严重的事情 人经过很严重的事情 才看明白一些真理的事情 人一定要经过很严重的事情 他们才会经过真理的事情 昨天去上船的那个董事 他经历过人生很重要的事情 昨天上船的董事 他经历过很严重的事情 他只要破产 他要破产 指出这个建筑 就是我们现在的办公室的建筑 现在牧师办公室的建筑 他自己的建筑 他自己的建筑 银行要收了 银行要收回 他破产了 他破产 他就跟神说 他就跟神说 神你帮我留下这个建筑 以后我一生都服侍你 如果神你帮我留住这栋建筑 我一生都服侍你 所以他的炸鸡店 都到一个地步连 从Franchise买鸡的钱都没有 他有一间炸鸡店 连去Franchise 去买鸡的钱都没有 所以唐人街的所有拍牌 拍牌都是他的 他现在是有八家 八家拍牌店 现在有八家的百乐鸡店 是他看到 经历这个事情 是他因为见到 他经历这件事 他跟神在一起 他与神同行 神祝福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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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为什么牧会三十年之后 去做这个 这个 开始J Gaspel 这个公司的事工 为什么牧师隔了这么久 才去做J Gaspel 这个事工 我牧会三十年了 我以为我一生都是牧会 牧师牧会了三十年 以为他一生都是牧会 是我女儿二十二年 二岁的时候 死了以后 我觉得救孩子 比牧会更重要 牧师的女儿 被神接走了之后 他就觉得 他是 教那些小孩 比牧会更重要 这就是人生 有很多大的事情 发生以后 你才懂得 什么叫做 与神同行 有很多时候 你发生了很大的事的时候 你就会知道 什么是与神同行 我一直吐槽 主 我们欣赏而乐 我们也羡慕而乐 因为他跟你非常 洁净 与你同行 甚至三百年之久 主 我在他 生而养你的 过程里面 还非常洁净你 我们现在 我们的祷告 主啊 有一天我们都羡慕 我们都希望 好像以乐一样 与你亲近 帮助我们 透过一些事情 透过你的安排 一直往真地看透 与你同行 是最美好的事情 中文谢谢你 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 好吧 之后我们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